各位同学争取时间 我想刚才在座的各位讲者 已经示范了怎样去问问题 问得有深度 甚至可以尖锐 而引出很多曲曲绝绝的讨论 有没有同学想试试做第一个发问者 你们举手 各位同学请你递麦给他 小诗老师 我想问你是何时喜欢做作家的 我很想告诉大家 我是何时都不想做作家的 但是你说谎 你写了这么多书还不是作家 我告诉大家 我最初的时候 就算我 你们现在看到的本书里面 有一个是我初中三时候写的一篇文 我当时都不是想做作家 而是有一股抑鬱的心情 在我内心里面 忽然间有机会被我写出来 于是我就死了 于是我就死了 所以请大家注意 你不要问人家何时缺智做作家 你应该问你自己 你什么时候心里面有说话的冲动 有要说出来的感觉 你就用一支笔将它记下来 无论是一句说话 无论是一句说话 或者是一百字 或者是一千字 特别现在你的手机 这么容易地拦来拦去 请将你们的心里面 真正想说出来的说话写下 你就是作家 请同事送一本小诗老师的签名书 给刚才发文的同学 第二位呢 这位同学 麻烦给这位同学 小诗老师你好 我是三年培影中学的一个同学 刚才说到小诗老师你 曾经淡过一场恋爱 看过很多文学说席都知道 其实中国文学是说远转的 很多东西都不出去直来直往 但为什么有说到情书是要… 其实那时候你的心境是觉得 还是要短 快刀斩乱麻好一点 还是远远转转 那支很浪漫的气氛 是否会比较好一点 谢谢 对不起 我不敢快刀斩乱麻 会斩错的 其实我一向都不是写很长的 因为有时候你说话也是 你连偏累赘 人家可能最初的那半个小时 就像岳高头那样 那样慢慢欣赏你说话 过了半个小时 就有人会在那里搞这样 所以你如果能够说到一语中的 那就短就可以了 但问题就是 你不能够一语中的 这个很重要 你讲完之后等于没有讲到人 又不知道应该是什么 那是不行的 所以文字 所谓要重的 你一定要锻炼好你之笔 用最准确的词 用最有力的字 这样你就能够很远转也行 很直接也行 都能够写到你心底里面要说的说话 不是一定要短就是好 也不是一定长就坏 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自己的习惯 或者我自己的能力 是写短的 二姐 下一位同学 这位老师 相信是 小诗老师你好 我是老师 不是很出名的学校的老师 多谢老师 十几年前 曾经在一个教育稿的讲座里面 我是有幸坐在你旁边 我相信老师不会记得我 也不会像在座的嘉宾 老师你记不记得两年前今天做什么 这些问题 而是当时的讲座里面 有一位学生 就向你发问 我很深刻 那位学生问了一条 我觉得很深的问题 他就问你 小诗老师 文学是什么 当时你这样回答 文学就是生活 生活是什么 老师来回答 生活就是用历史的镜头 去捕捉你心里面 或许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份抑郁 宣洩出来 用厄要深刻的文字 表达出来 我很感动 我不是很熟悉文学 我是读历史出身 正因为这样 于是我就自己继续去读 究竟文学和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今天听到在座这么多的嘉宾 去扣连你的故事 或是富二代的故事 很吸引大家 但是吸引我的 并不是这些 而是小诗老师 你对香港那份情书 那份执着 很想多谢你 下一个问题 这位同学 慢着 我想回应一下 老师 我都不记得自己说过这些东西 所以我告诉自己 也告诉很多当老师的听 你小心说话 因为很久很久以后 在地球的角落上 可能会有一个人 因为听过你说的某一句说话 影响了他的一生都没有 所以我们做人 说话 都需要很小心 掌握一些分传 我很感谢这位老师 可能在这么远的时候 还记得我那些说话 而且在今天说出来 其实也代表了 他把那些说话 传给在座的这么多人听 这个也是一种承传 多谢你 谢谢 谢谢 那位同学 再举手 那位 小诗老师 你好 我想问一问 你刚才说到 当心里面有说话 想说的时候 就要写出来 我想问的是 当你心里面有说话 想说出来的时候 你通常是立刻 拿筆拿纸写下 还是你会再想多一会儿 还是先揣摩一下 然后再下筆写的呢 好 这个是好问题 我始终也觉得 所有的人 当第一次 接收了一个讯息 你心里面 立刻就有种反应 那是一个当下 当下 有些时候 是很真 但是很难描绘的 但是当你沉添了下来之后 你再描绘的时候 又未必全真 这个就是有很多人在怀疑 究竟文学作品 真到怎样的程度 那我自己 我不知道其他作家是怎样的 你问我 我就告诉你 我一定会 有一定程度的沉淀 冷静 思考 再加上分析 我研究才有写出来的触动 但是问题就是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时候 你就可以有很多修飾 例如 很多人都说 你立刻 反应就好了 但你要知道 文学作品 是多了很多 反应的描绘 那些反应的描绘 就要经过很多的提炼 文字的掌握 才能够将你那一刻的感觉 能够有效地引起 第二个读者的一些共鸣 和你 这些反应 很简单 有个人突然间 我跟你说 突然间 有构砖头 扔到我的脚 哎呀 你最多是说什么 很痛 痛死我了 这几个字 但是如果当你再想一下 深入再去想一下 要描写这一下痛的话 你就会有很多种的 创作的技巧 去帮忙你去强化 或者是说明你这一下的痛 所以如果你是想 很能够消化了你当下的心里面 那种的抑郁 而不是将它变成一种像烧炮罩那样 一点就爆了 这种的情形 你必须要多了一些文字上面的技巧 训练 这些亦都是在中学里面 为什么会要有作文 阅读之后 你吸收了之后 怎样去用在需要的文字 词语去表达你当时的心境 这就是作文的功效 我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不过年纪慢慢大 大一点大一点 老一点老一点 例如我今天这样 刚才我传了一篇文 我是那天 我就看了那篇文 我立即的反应 我知道我自己需要把这篇文 传给哪些人看 会有效的 我的反应立即就很快 所以这个和人的年龄 经验 你有没有训练自己的很迅速的分析 这个都可以说是你自己要训练自己的 那位女同学先 坐近窗边那位女同学先 小诗老师你好 我想问一下书情的关键 是在于书是以具精练 还是要直接抒发自己心中的感受 这变成了一个创作上的课 我不知道每个人的个性不同 有些人会用很多不同的技巧 去表现出自己的感情 但有些人很直接 我觉得所有写作的人 都要跟他的个性有关 很难一概而论 还有如果现在你问一个问题 我立即答到 你又立即吸收了 这个就很值钱了 但是问题 我觉得你必须和你的中学的老师 慢慢谈谈 那个老师会很熟悉你的个性 他就会教你用什么的方法 去写到你心中所想的感情 好 刚才那位后面的女同学 先举手 麻烦给他咪 就是这位 就是这位 小诗老师你好 好 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自己 这么多本作品里面 最受哪位现代的版文作家受到影响 这个问题很容易 很多人都会在这些场合问我 其实我很难回答 因为认识我的老的学生 都知道我看书是很集的 什么都看得到 甚至他们不看的我都看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自己很难告诉你们 是跟哪个手像式的作家去学习 比如很简单的举个例子 我小时候 我的老师就说我好像冰心 那就很简单 妈妈你为什么爱我 这个是很容易写的 我小时候 我又很不喜欢老顺 因为我觉得他好像很憎灵 说到话都会捉到你忍一忍 我看到这个人 我相信我马上就走开 但是你知不知道 到最近这十二十年 我越来越喜欢老顺 理由就是我处的环境 我的生命的历程 都会明白了 老顺当时 他为什么会这样写文章 当然 我这么喜欢老顺的这些文章 不等于我可以做写得老顺的 风格 因为我有另一个个性影响我 那就是风子海先生的个性 所以呢 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都应该这样做 就是看很多很多不同风格的作家 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看到哪个作家的哪个时候的哪篇文 它会影响到你一生 但是如果你只是读一个作家的作品 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你会排斥了你可能大后你最爱的那个作家的风格 所以我劝大家 你自己先看很多很多的作家和作品 然后才去想和你的个性配合的去学习 那就会顺理成章一些 或者叫做理所当然一些 时间关系 最后一条问题 那么多人一起举手 真的很难选择 不如路先生你选择 好吗 最后一条问题给哪个同学 好 好了 那两只手 你们个个都一只手 这位穿蓝色衣服的男同学 这个可能很厉害的 小诗老师你好 那我是不厉害的 那 九样大名 那么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你看到这些社会 就是 什么 什么 来吧 那个麦有点问题 喂 Hello 喂 小诗老师你好 我刚刚就是想问 现在这个社会 科技很发达 很多东西都很快很急速 很五光十色 很多人 一些人很容易受到外在的事物影响 我想问 怎样才可以令到一个人 配养他的情感 成为一个有情的人 这个跟现在的 自在没有什么关系的 又 由 原人开始 就是 鞋子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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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开始 到 上太空 其实 人的情 没有什么改变 我们现在是很快 的确是很快 但是快 不会影响到我们 最根深体固的人性 所以 所以 你问 怎样可以培养 不用问的 你喜欢什么 我先问他 你喜欢什么 最喜欢是什么 你喜欢什么 你还想问我 你本来喜欢历史文 我就问 那些东西 但是你 就是已经有了感情 我还以为 你说我喜欢电脑 或者上网 那些 老实说 你喜欢 你再问 回头 你为什么会喜欢历史 你为什么会喜欢文学 那些要慢慢读 对吗 你是现代这么年轻的人 刚才你两只手都一齐居高举 为什么 你会喜欢文学 为什么你会喜欢历史 在什么时候 哪个人令到你喜欢 你有没有想过 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喜欢的东西 你什么时候喜欢它 为什么会喜欢它 有没有人不喜欢东西 不喜欢人的 有没有 有没有喜欢猫 为什么喜欢这只猫 人都说跟你说说话 有人喜欢 很多收藏品 要用钱来买 有人会喜欢 不用钱来买的 就像我那样 专系撿街边的垃圾 什么垃圾 他们都知道的 我会收藏 说错了 所有店铺的卡片 我收藏了三十年 所有食物店 不去吃的食物店 都拿卡片 我来干什么 人家叫我垃圾婆 没用的 但是我最近就发现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人 专门研究平面设计的设计师 他最近听了我说完之后 他就说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卡片 让我看一下 于是我就答应他 把我所有这几十年来收的卡片 送给他 因为我找到 有一个比我更爱 但是他错过了 爱的 拿下动作的人 我既然拿了 我又没有研究他 那不如我送给他 那个有用的人 所以呢 所有的人 必定有一个死穴 那个死穴就是 令到你 必然 不问情由 无限量地付出你的情 你的能力 去为他服务 没有爱他的 只要那样东西是正面的 再说回来 做先生就是这样的 我爱吸毒 爱吸毒的人 都是真的喜欢的 但是他已经 那个负面的力量很大 吸了他进去 他不可以走出去 所以呢 我们选择要爱那样东西的时候 都还是需要有一个分析的 你说 你又说 爱都有分析的 一爱了就是爱了的 没错 但是有些正面的价值观 我们必须要遵守的 说得太复杂 总而言之 我们选择一个有用 有贡献的东西 你对自己也有贡献的东西 去用心 用力去做 那就会得到你所得 这个好像很复杂的问题 其实我经常都不喜欢说理论 因为理论是没有意思的 你是实践生命里面 你得到的那种吸引力 你就去做就可以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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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